5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继续兜售印太战略。 专家指出,印太战略的本质是美国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而印太经济框架作为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让亚太地区国家同中国脱钩。 要把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拉拢到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区域合作当中,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新的印太地区市场。 通过推行这样一个把中国排斥在外的经济体系, 进一步的敦促或者是诱导中国周边的国家跟中国来脱钩, 尤其是在供应链,在一些关键性的产品,高科技产品方面, 阻止中国跟世界之间的进一步的合作交流。 印太经济框架宣称将帮助美国和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数字贸易、清洁能源、 反腐败努力等问题上紧密合作。 但区别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决定, 印太经济框架并不包括关税减免与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 专家认为,考虑到印太经济框架跟亚太地区既有的一些经济框架相抵触, 加之亚太各国更看重自身利益, 该框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或将面对诸多障碍。 印太经济框架当中肯定有它自己的小算盘。 我们想发挥除了美国以外,地区主导的最大优势。 通过美国这样一个印太框架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 让日本起码在东亚地区占有主导的角色。 谈及印太经济框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认为,无论什么瞑目的区域合作框架都应该推进自由贸易, 不应该搞变相的保护主义, 应该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 不应该破坏产业链稳定, 应该促进开放合作, 不应该制造地缘对抗。 人为制造经济脱钩, 技术封锁, 产业锻炼, 加剧供应链危机, 只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 美国也不能例外。 面对当下复杂的外部环境,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怎么去应对?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尤其是在中西部, 还有大量的可供开放的空间。 加快推进和周边国家, 尤其是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特别是要以RCEP这样一个协定为抓手, 推进这个协定落到实处, 以此来增进我们在地区经济的影响力。